駕駛開著車明明已經快到路口 一輛銀色轎車從旁邊開出來 直接朝車尾撞上去 撞擊力道還不小 車衝到對向車道貨車司機 根本來不及反應也被撞擊 車子隨後衝向路旁轎車才停下 一旁目擊民眾剛下車也嚇了好一大跳 這起連環狀事故發生在花蓮縣 新城北埔路跟仁義街 這裡是沒有號制的路口 10號下午1點多48歲 流姓女子開著灰色轎車行駛在北埔路上 到路口時33歲 張姓男子駕駛銀色轎車從巷子開出來 雙方都沒有注意直接發生碰撞 這邊完全擋住 根本看不到東西 而且我們兩個看到他在 做得很快 33歲張姓男子是從桃園到花蓮出差開會的 他說疑似事先被擋住才會發生碰撞 當場機車騎士嚇到趕緊剎車 而被波及的貨車整輛車舉烈晃動 隨後流姓女子的車持續滑行 撞到路邊車輛才停下 提醒用路人行進路口都應該減速慢行 還好這起車禍三人都並無大礙 但車損相當嚴重 後續趙澤以及賠償得再釐清 TVBS新聞搞這種延伸粉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可行 警告 警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